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新华社报道 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 受去年修理风波影响 反港游客大跌 香港旅行社生意一落千丈 今年疫情更是雪上加霜 2020年1月至5月下旬 香港已有近40间旅行社不再续期 或被撤销牌照宣告结业 此外 今年1月下旬 香港旅游标志性景点香港海洋公园 宣布暂停营业 至今未能开业 根据海洋公园向立法会提交的报告 受社会事件影响 公园预计2019至2020财政年度亏损 超过6亿港元 海洋公园主席孔定成表示 如果没有任何新的资金支持 海洋公园预计将于2020年6月破产 据新华社报道 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 5月29号举行会议 宣布通过特区政府日前提案 同意政府向香港海洋公园拨款 于54亿港元